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第三个问题 Avada主题和Aztra主题 这两个主题哪个主题的功能多 我们先说Avada主题 Avada主题在SimForest的这个市场上 销量一直是第一位的 最近这几年都是如此 可见它的受喜爱程度 它也是广泛为用户认可的主题 我从Avada主题三点几版本就开始用它 在当时我还做了一个教程 就是因为它太复杂 我怕我以后自己都忘了 所以才做了一个教程 因为主题的使用逻辑 还有功能分布很特别 新手用起来容易摸不到门道 很快又升级到Avada5 在5版本它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后来它又升级到Avada6 在6版本和4版本停留的时间很短 很快又到了7版本 现在是用的7版本 我是一路跟着它上来的 咱们就说它现在这个版本 目前是Avada7.4.1 它的功能比以前更复杂了 小白更难上手了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复杂的功能呢 是因为为了更多的取悦于客户 我们买了Avada主题 就是为了要改网站 结果网站这也不能改 那也不能改 而且能改的地方改起来很麻烦 操作很复杂 那用户是不喜欢这样的 所以它一直在变 一直在改 改到现在是特别复杂 但即便如此复杂 它仍然不能满足很多用户对于定制开发的需求 因为WordPress主题包括Avada 还有Aztra 还有其他的主题 它都是免代码免开发的 我们不需要学数据库 也不需要学PRP 直接在后台或者在前台的可视化编辑器里面调整 Avada主题的开发者 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接口 这么多的选项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去调 但是我们可调整的范围 都不能超过这个主题作者 主题开发者给我们开发的功能 比如我们要实现一个效果 这个主题开发者 他并没有开发 那我们就是做不了 这就是WordPress主题的局限性 这个Avada主题从 三点几到四点几到五点几到现在的七点几 这一路上来 他所开放的功能越来越多 所以用户用起来越来越麻烦 越来越复杂 这是关于Avada的 下面说一下Astra主题 这个主题的免费版功能很少 它的主题文件也很小 可修改可调整的范围也很少 它很小很精简功能少 即便是用了Astra主题的Pro版 它开通了很多可修改的范围 它仍然只是一个主题 它对页面的控制 以及页面里面元素的控制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功能都得靠Elementor编辑器来实现 也就是说这个Elementor编辑器 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器 我们在用网站的时候 更多的时间是在用Elementor编辑器 这个主题和编辑器 它们之间有无缝衔接 衔接的非常好 非常默契 再说一个对比 就是Astra主题和Avada主题 它们哪个主题对SEO更好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更好 其实这个问题也经常有同学来问我 我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像这两个主题 它们的销量都是很大的 有很大的用户基数 作为主题的开发者 他不可能看不到SEO的问题 所以在SEO方面 这两个主题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SEO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靠的是SEO插件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SEO的理解 每个人做的网站选用的域名 网站使用的路径结构 对于页面文章产品页的优化 这些都是站内的 有很多要考虑的细节 除了站内还有站外的 每个网站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SEO不是很了解 又想要效果的话 建议找一下第三方的SEO团队 他们是对效果负责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做一下 那么选这两个主题都可以 再搭配一个SEO插件就可以了 比如免费的Rocomance就可以 剩下的就是人力了 因为每个人对SEO的理解 它的段位是不一样的 懂得更多的人 他利用这些主题插件 可以让网站做得更好 除了人以外还有就是网站的定位 你这个网站用的关键词 这个词所在这个行业 它的竞争怎么样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主要是人 像主题插件它只是工具 是为我们人所用的